官贸总协定 中国是缔约国 改革开放以后 咱库纳尔要回去 跟人家不要了 且谈 一直谈到官贸总协定 自己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 就是WTO 从GATT到WTO之后 咱接着谈 又谈了六年 终于回去了 请同学们想一想 2001年 我们的副官 我们叫官贸总协定 副官成功 或者叫重新加入到 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去 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 它符合世界经济 全球化的一个总趋势 中国不可能自外于这个趋势 咱们再闭关锁国 混不下去了 我们必须要融入到 这个浪潮当中去 要符合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 那么我请同学们想想 2001年中国副官以后 我们亲眼见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汽车 尤其进口汽车 价格是不是蹭蹭往下掉 这是你们亲眼能力 你们家要买汽车 现在谁还会花十万块钱买夏利 十五万买面滴 除非你那脑袋让门演着了 没可能了 因为十万 十一二万块钱就可以买 比如说像日产的汽车 尼桑的车 对吧 十六七万就可以买德国车 那我为什么要花十万块钱买夏利 开什么 那是人坐的车 开始跟脚踩风火轮的时候 我当年为什么我要花重金去买那玩意儿 是因为外国车太贵 对吧 外国车贵在 不是贵在人家卖车的人贵 是贵在关税上 2001年 我们对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 是给我五年的时间 我把汽车整车进口关税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你知道过去最高是多少 百分之二百 一辆车进来以后 三分之一的价格是车主拿走 是那工厂拿走 三分之二的价格是政府拿走了 就是争你一个奢侈税 谁让你买外国车的 烧死你 烧包我让你 对不对 我亲眼见到的2001年 就是咱们刚刚复关那年 我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在美国 我看见过日本丰田的最新的汽车 最新款的汽车 两万美金 当年美元跟人民币的比价是一比八点三斤 两万美金十六万多人民币 那汽车在中国至少卖三十五万 至少卖三十多万 因为它是最新款的丰田车 难道美国人民的收入是中国人民的一半吗 我真梦寐求那一天赶紧到来吧 对不对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发展 2001年是十年以前了 是吧 那比现在还差得很远的时候 在中国这样一个GDP的总量和人均都不怎么样的时候 它的售价要比美国高一倍以上 税收在那边 2001年咱们刚入关 咱们还没开始降汽车关税 今天你再看风填车多少钱 今天你去看看风填车 一般的这种 一般就是十几万块钱 当然风填皇冠或者最好的那种顶级三十多万 那另外再说 对不对 一般的这种新款风填车就是十几万块钱 跟美国的售价基本是一样 对于老百姓来讲 你说这个入关是好事是不好 我瞧不出有什么不好 有人说那民族工业就完了 是 民族的某些工业是完了 完的理由是 哀其不幸度 其不争吧 您非得用特殊政策养着一帮RQ跟着 成天一边捉狮子 一边骂小弟 那是那么回事吗 请你记住 当我扶植一个企业的最终的目标 那就是为了让他生存的时候那他就该死 你知道吗 这没有其他的价值 有人说那我们中国的这工业体系不完善了 我们有什么有缺陷了 不如就把经济命脉攥在别人手里了吗 听着挺相对的是吧 你自己琢磨琢磨 世界上能自己生产汽车的有几个国家 十来个可能是 比较著名的英国 法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俄国 捷克 索罗伐克 捷克 安德索罗伐克 现在是两个国家了 你再数就数不出什么像样的车来了 也就十几个国家能自己生产汽车吧 那其他国家的这种经济命脉都被别人攥着了 是吧 大家都活在中国 中国可以对某些不能生产汽车的国家说 我不卖给你汽车了 那国家就哭死了 是吧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就是一个都没有吧 请你想想 当你想我什么都能生产 所以我就不受制于人的时候 这是什么经济的典型特色 有一个遥远的词叫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什么特点来着 复习 自给自足 以家庭为单位的 男跟女之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对不对 我自己生产 自己消费 你爱怎么着 怎么着 我不管 我不靠你活着 对不对 愤青们是不是跟小农友密切的联系 是不是这样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只不过他把小农生产的粮食和织的布变成了汽车手表 这个那个 本质没有区别 很简单的道理 他钻住了你汽车这个命脉 你不会钻住他脱鞋那个命脉吧 你到底看没汽车活得下去 还是没拖鞋活得下去 不行再绕绕 绕绕两件裤衩 我再裸奔 中国能钻住某些产品的命脉 他就不敢对你说个不字 对不对 互相钻住命脉的时候 大家就得一块掺着走 请你记住 一个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 就是大家掺着走的 你什么都想自己干 你要知道没有人是什么都能干成的吧 你必定有你所长有你所短 对不对 取长而不短 我们大家都发挥所长 短的都从别人那交换 以我所长换你之长 是不是大家的生活品质都会提高 对不对 我自己什么都能生产 都是中段 甚至都是中段偏短 我凑活着饿不死就行 然后我封闭起来 拒绝跟别人交换 这是不是就典型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 那一天离咱们并不遥远 你知道吗 有一些经济命脉上的东西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底线 比如粮食 汽车我们可以不做 饭不能不吃的 对不对 粮食我们要有一个底线 所以温家宝说有一个土地的红线是不能动的吧 耕地的这个红线是不能动的 对不对 学地理你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保护耕地 另外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那种高精尖的东西 我们可能要保障自己能生产 至少我们要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努力钻研 努力学习其技术精髓 把那东西变成自己的 而不仅仅是拿钱去买 对吗 这个需要我们发展教育 需要我们发展经济 这个原则没错 但是坚定的认为什么都应该自己产 什么都不靠国外 这是典型的小农党 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它是不可能特别发达的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从几千年的这种经济发展史当中 能够意识到我们参与国际合作 参与这轮经济发展的浪潮是迫不得已的 也是我们自己应该主动去做的 好 明白这个就行了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来看 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福利国家的问题 是吧 其实这个根源还是来自于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创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创立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 他也永久性的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认识 在罗斯福以前政府是不管经济的 政府不干预 你死你活你活得好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破产了你可以向上帝倾诉 你也可以从88层的高楼向大地倾诉 政府可以负责替你收尸什么东西 但是我不管你的经济 美国人也相信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做 政府不应该管 可问题是当他们濒临绝境的时候 政府没管他们用选票把他选下去了 胡胡被人卷了是吧 那罗斯福上台以后 罗斯福管这一管就再也脱不了手了 因为罗斯福创立了几个原则 比如说他创立了美国的联邦提供对低额存款的保障赔付制度 也就是你到私人银行存款 如果500美元以下的损失掉了 国家赔你 国家拿什么赔 拿纳税人的钱来赔 对不对 纳税人的钱怎么能给个人呢 国家的钱怎么能给个人呢 这很明显是一种政府职能的调整吧 此后美国和欧洲先后进入到了福利国家的这种行列 福利国家讲究的是国家有义务为他的国民提供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 你今天去试试看 你到美国去 你悄悄进去吧 护照一扯 往马桶里一扔 全都销毁掉 然后你声称 我是难民 我来自火星 他要能查出你是哪 他能把你送回去 是吧 你告诉他 我就是难民 我从火星来 你把我送回去吧 他送不回去 你再这样就住去了 甭管你活得多惨 在美国你要想饿死是不容易的 在美国你要想饿死是不 基本不可能的 在欧洲你要想饿死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欧洲的福利保障制度比美国还好 在加拿大去 你试试 你可能动饿而死这种事 很难很难想象 因为国家总 只要你喘气 国家就管你 这玩意没办法 这国家就郁闷死了 你知道吗 但是福利国家的基本的思路就是 你的生存的必需品 国家要管 你的医疗 你的教育 这几条是国家必须要管的 所以你看我的学生 有很多是小的时候跟父母出去外派 去当访问学者 去上学 或者去当讲座教授 就把孩子带到美国去一年或者两年 只要去公立的中小学 我不管你是哪国人 你到我这片 你是不是住过这片 试试吧 你到我这来免费上学 全免 美国那是人买单 一分钱都不收 真不收 可是这个孩子在这上学 要不要有支出 要的 对不对 这个支出就是美国人民来付 美国政府来付 我原来有一个学生上 葡萄牙还是西班牙 我忘了 反正就是伊利比达万岛那去 他去留学去了 在他留学期间 他妈妈去看他 拿那个看亲的那个签证去看他 跟他在一块住了一段时间 就在 好像就西班牙吧 就在西班牙住在这 现在发起癌症了 然后住院 开刀 动手术 全部治好 西班牙王国政府付钱 为什么 你持有西班牙政府 颁发给你的有效居留证明 你在这发生的问题 由西班牙政府来付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这笔钱的 但是这国家也 好得让人觉得 哇呀呀呀 切磕 切磕 他怎么能这么好呢 这好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时候好来好去就好出毛病了 养懒汉 欧洲普遍的在近二三十年来感觉上竞争力不如美国 是因为欧洲的福利太好了 以法国为例 别的地方都是一周四十小时工作制 对吧 法国是三十五小时工作制 每天上七个小时班 而且法国人 有人说他半年的时间休假 另外半年罢工 在法国要想罢工太简单了 哎呦那简单的不得了 你知道他只要提前两天通知雇主 比如后天我罢工啊 那雇主 那爸爸 雇主就得找人来替他 这给雇主添的麻烦太多了 所以法国那企业老是不特别大 因为他雇不了很多不认识的人 他受不了成天罢工呢 谁想办一个办公 要是工会组织 比如教师工会 罢工啊 所有老师都不上班了 家长就得扶着看着孩子 孩子要大了还好 孩子要在十二岁以下 家长就得请假陪着孩子 因为你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 是违法犯罪行为 你必须得看着孩子 整个美国 法国社会就陷入一片混乱 有的时候开消防车的罢工了 有的时候警察罢工了 医生觉得坐着半截手 是我罢工了 这谁也受不了 法国的总统就 法国有一样军队不许罢工 你知道吗 打着半截的仗 法国军队是我们罢工了 这不行 那不是一个职业 法国总统就是 要是警察全罢工了 他就调军队去当警察 你就去坐 开火车去 开汽车去 叫空军开飞机 法国政府就干这事了 我还参加过法国罢工呢 太好玩了 北京四中跟北京有一个法国学校 我们有合作关系 他们派老师来给我们教法语选求课 我去那教中文 将中文也讲历史 结果那次我开着车 光光我去了一看 哎 没人 人哪去了 你法国老师 把工了 我说你把工了 我今儿有课 我也把工行吗 我说你不行 你不是法国人 你不能把工 所以你这课得往后调 你得跟我们调课 我说我拒绝 我说其实我都来了 你时间没上过你罢工是吧 我都来了 说明我来过了 那你要罢工我就参加你罢工 我拒绝给你补课 到来我没给他补 所以我热情的参加了一次 法国教师工会组织的罢工 最后我临走的时候 我问他 咱为什么罢工 那人告诉我们反对萨克齐 我说太好了 我也反对萨克齐 你看我参加了国际工人运动 你知道吗 多好玩 老前辈在这 但是这样的 这个格局是不是对人的权利 看的太重了 有点 我觉得需要同学们去小心来应对 有的时候福利太高了 未必是好的事 他会养懒一些人 前些日子一报道 说德国法兰克福 有一哥们四十多了 这一辈子18岁高中毕业以后 没上大学 一共干过两年活 就干过两年活 再也不干 说太累 不干 领救济金 现在四十多了 没结婚 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 一个四十七平米的一居室里边 每天坐在沙发上抱着狗 看电视 骂政府 他就主要生活就这样 抱着狗 看电视 骂政府 骂政府给的太少 你想他四十多了 从18到20岁工作过 20岁到现在 20多年没干活了 政府给他身上花了几十万物源了 骂政府给的太少 德国好像最近觉得为了惩戒这号 臭流氓 所以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你要领政府的那救济金可以 你必须去做那种 每小时一欧元工资的那种义工 你必须给我坐过 比如你坐过16小时 坐过20小时 你去社区 你去倒垃圾去 你倒垃圾 我一小时给你一欧元 一欧元是跟没给差不多 然后我另外政府给你那个补助金 你要是不做这个义工 我就不给你这个钱了 对于内号缆冲 我觉得也对 也不能说这太残忍 是吧 加拿大的医疗政策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我到加拿大留学 因为我是外国人 我不享受加拿大政府提供给我的医疗保险 所以我必须自己买保险 一年500多家元 挺贵的 当时心疼加肝疼 因为在加拿大基本上不生病 那地方干净的令人发指 我这每年冬天 我必须咳嗽一个多月的 在那我一共就咳嗽 我一回还让水枪着了 我根本就没生过 就病了一次 是因为头疼实在受不了 反正我买了就保险了 我不去 我多冤呢 我就去挂号去 交了两块钱挂号费 然后等着医生一个真正的医学博士来给我看 给我查 还拔开眼皮看痛孔翻了没有 我说我还活着 然后还拿那小裙敲膝盖看膝跳反应 全身神经检查一遍 最后我跟你说我说你给我查一遍糖尿病没有吧 我说你查这玩意干嘛 我说没事我查这玩意 他扔着抽管子血给我查了一个 他说没事 最后全都看完了以后给我开了一个药 那个药五片安眠药 我说你主要头疼的原因就是昨晚睡太晚了 吃了睡去吧 睡完就好 我没吃 睡了一觉 后来也好了 证明医生是对的 所有的 包括那个药都是不花钱的 那药都是不花钱的 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福利国家 他让人能够有免于濒临死亡的感觉吧 你的生存是由国家来保障的 国家是从摇篮管道坟墓的 你剩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就应该努力的发展你的兴趣了 发展你的这个智能 请同学们想一想 当我们中国的很多人 其实就包括你们这些人 四年之后在座各位从大学走出来的时候 基本就等于失业 你现在还好意思这个 是吗 每个月跟你妈这个 你四年以后还好意思这个 不退好意思了 可是你想想看 大学毕业在目前 如果你不是什么你爸不是李刚的话 你爸也不是王刚 你爸也不是什么三脚刚什么的 你爸是水刚差不多 你如果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现在大学毕业生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一千五百块钱 在座各位 把你们轰出去 给一千五 你够活吗 住水泥馆子去 住桥底 你租房就得租多少 对不对 你租房就得花多少钱 对不对 咱这地方是北三环 北三环的房子 你上门口看看 门口就好多举着牌子租房了 对不对 你们租不起一套房 你只能租一张床 要说还得是上下铺 上铺的李班彪 这跟人租一去 那当你发现 你像狗一样的生存的时候 你的理想 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读完了 连一张床都租不起的时候 去他的崛起 我先崛起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的孩子之所以越长大 越没有理想 越没有志向 就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压得我们太重了 压得我们太重了 你们18了 我应该对你们说一点真话了 你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这么一个社会 而且中国现在的经济又在转型 这个转型是从绝对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资源消耗型的产业要向技术层面和可持续性发展转换了 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敞开的去乱挖去了 是吧 我们不能可着劲的欺压工人压榨他们的血汗了是吧 你们怎么办 你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更为严酷的一个竞争环境 我不想把你们说的 今儿晚上全都崩崩崩从八十八楼往下跳什么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相对一个稳妥的一个方案 那就将来就人无远虑必有金融 在座各位是北京人还好 你怎么着你爹你妈也不会把你饿服 啃他们呗 啃老呗 脸上过不去 起码肚子能滚用 是吧 外地孩子怎么办 外地孩子尤其是大学里边外地学生 俩人要结婚凑一块 没房 没产业 什么都没有 那他的理想 他的抱负 他的志向 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等级歧视的观念 你如果挣钱不多 你如果要是干的活相对比较低贱 那么旁人都不会看得起你 对不对 我在西方国家赚了不少地方 给我一个很大的 很强烈的一个刺激就是 那个地方哪怕是超市的收银元 就是收钱的那个 而且数学巨烂 你知道吗 他根本他都不会算 他就拿党王力打然后出那数 找多少钱 那得给你多少钱 甚至有的时候数钱都数不利落 他夸他给你 说这东西七毛一 你给他一美元 他怎么办呢 他把这一美元收到抽屉里边 拿出一美元的钢瓣来 然后数出七毛一来 剩下给你 你知道吗 我一看完 就是什么习惯 不是一百减七十一等二十九 给我两毛九不是完了吗 不行 那不会数 我一百三位数七十一两 我的天 太难了 那我就用弱智似的 但是你会发现他干的特高兴 特别高兴 因为在他那当这个收银元并不是很低贱的一个活 他乐意 他不乐意他就可以干别的去 他有自由 他有平等 有这两样宝贝 没有人觉得自己敌人一倒 明白这意思吗 我们有很多压力来自社会 来自家庭 来自老师学校 还有很多来自自己的 你心里有没有觉得扫大街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 你愿意大学毕业以后拿着把条上打街上哗哗扫去吗 可是如果你真能非常高兴的去扫 而且扫的特别干净的话 我觉得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跟四中的学生说 四中是一个精英学校 你们都是顶级的学生 将来出去各种成就都可能有 但是如果你出去扫了大街了 你就给我做到这两条 第一你扫的比别人干净 第二你比别人快乐 我就承认你是最优秀的四中别人 当我的学生你扫大街 我会非常高兴的跟你在一起 咱们多少年以后都可以见面可以聊天 我不会因为我是老师 我就看不清又四中学生扫了大街了 原来四中学生很坦白说他们因为定位比较高 眼界比较高 所以有的时候考上北宫大的人就不敢对外说自己是四中毕业的 他们因为考上北宫大是很丢脸的事情 08年我就有一个学生考上北宫 就是他报了北大之后差了两三分吧 没考上掉到北宫大去了 跟警察哭啊 嚎啕痛哭啊 死活不去 丢不起那人呢 后来他妈打电话给我 说你这怎么办 老师您劝劝吧 我怎么劝啊 所以我说那去澳门大学吧 澳门大学有一个高考后可以报名的项目 去了澳门大学了 因为他就觉得自己上北宫大简直是人生的巨大失败 我也劝不了他 后来再跟他谈的时候 再慢慢等 过了这段再跟他说你至于不至于 他也想也不至于 北宫大哪知道这么丢人啊 挺好学校的 好不好 咱们都单说关键在于你自己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这种社会等级的意识是太强了 以至于我们的生存的这种压力就特别的大 福利国家所能带给人们的是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更为公平的一个起点 对吗 他保障每一个公民不分男女老幼种族性别什么都不管他能保障你在起点上是有一个底线的 这叫福利国家 你把这底线提高到高线去那就养懒人了 对吧 你把这个底线打破了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符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思路 我不知道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什么期待 你亲爱的党和政府给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初三以前那九年平常交不交什么烂七八糟的各种费用 还是说你真的能有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 说点操话 你光是屁话来都能上 国家连背心裤衩全发 连午饭都管 那才叫义务教育 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智力正常 我就能上得下来 我一分钱没有 我应该能凭着上学吃饭 你们是不交学费了 改交杂费了 哪年你们也没上网出点夜子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就有问题 那这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 对于福利国家 我们不能把这个国家弄成一个一个什么都管什么都包的这么一个一个大作用 因为那样的话势必造成这个国家无比巨大吧 他将收高税收用重税来实行这种财富的再分配 对吗 我们不应该赋予国家或者政府这么大的权利 我们应该让他尊重刚才我说的这个市场自由 自由经济的规律就是让你放手让你自由的去发展 但是我要保障你不至于因为破产而面临生命的危险 对不对 这是一个国家该干的事 这里边你从这两条线往中间靠你就发现了走哪个极端都是不对的 你让我在这说我不知道把握到什么度就很因为我不是搞经济的 你们将来可以去学可以去研究 但是一个原则是这东西绝对国家什么都不管肯定完蛋 绝对国家什么都不管肯定完蛋 你们自个琢磨点市场规律要求你在这条线上下这么晃悠 对不对 这是需要同学们将来去发展去实现的东西 好 我们就说到这 那么世纪之交的世界政治 请同学们要注意啊 那就是冷战以后了 是吧 1991年苏联解体两级结束 美国变成了一钞了 是吧 其他那几个多强还不怎么强的时候 美国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奉行的叫单边主义 这单边主义就是老子天下敌 我想干啥就干啥 再搭上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影 在国内受人侮辱受人摧毁打击太狠了 这股邪火得找几个怂人发泄一下 美国总统基本上也都属于建筑怂人搂不住火那种 你看90年代的时候 美国那种感觉是一个得胜的霸主的感觉 苏联完了 其他国家也不敢跟美国全面对抗 在这会儿美国经常绕开联合国 以北约的名义 或者以美国自己的名义来做事情 那北约没有跟着两极格局一起瓦解 它反而变得更为强化了 对吧 我们书上提的99年的轰炸南联盟大使馆这事 坦白的说 这个事情我跟美国人 跟加拿大人 跟欧洲的一些朋友都有过交谈 交谈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些最普通的西方的老百姓 他们给我的解释就是 我们看到了确实的证据 南联盟的这个官员 塞尔维亚的这个官员 在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血腥的种族屠杀 我说我没有看到 联合国也没有报 对不对 那北约直接就去打 我认为不符合规则 他们说我承认你说的这规则不对 但是现在是应急时刻 我们必须动手 所以我那些朋友基本都赞成动手 这早上我当年跟他们用英语 互相骂劫骑了很久 我的英语咱这会儿练着长进不少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事情整个的经过是什么 南斯拉夫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 它本身是一个联盟国家 其中有六个重要的这种联盟共和国 那么比较大的像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等等这几个国家 那么他们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很尖锐的 在铁拓的那种铁腕统治之下 南斯拉夫是铁板一块 他跟苏联也有矛盾 跟中国也曾经有矛盾 这样的一个国家自己探索了一条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的马马虎虎还是可以 但是在后来的东欧巨变当中也出现了民族分裂的这种形象 南斯拉夫最后分裂成为若干个国家 现在是几个也数不清楚 反正那几个民族全都独立出去了 最后到99年的时候 那南联盟实际上是塞尔维亚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国家 它是塞尔维亚加黑山这两个国家 塞尔维亚里边有一个南部的叫科索沃 科索沃这个地区的主要人种是阿尔巴尼亚人 大家知道 在南斯拉夫南部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国家 他们的人种是一样 但是那个国家从法律上来讲 这部阿尔巴尼亚人从法律上来讲是南斯拉夫的公民 他们是少数民族 觉得受到了歧视 受到了屠杀 所以他们就展开了科索沃独立运动 这个过程当中 塞尔维亚政府就开始 你说他屠杀了也罢 说他镇压也行 反正他反分裂 中国当然是比较支持这种行为 因为我们有相类似的问题 北约就寒然轰炸了 这一轰炸最后就居然 在一天晚上就5月8号是9号晚上 5月7号晚上把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给占了 事后克林顿出来道歉 说这个不对 我们做错了 我们用了一张过期的旧地图 你说这简直不是气人玩的吗 你们北约精确制导炸弹 用过期的旧地图炸 你搞什么搞啊 你啊 我能不能拿一个16世纪的地图 把纽约给炸了 这地方是荒野 这地方是印第安人的部落 你说开什么玩笑 这个解释没有人能够同意 对不对 这个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国耻 美国为首的北约 为什么要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 有很多种猜测 有很多种猜测 我看到到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可以接受的解释 大家就基本心照不宣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就过去了 我看到的一个猜测 一种解释 我认为是最能让我接受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最能让我接受解释是什么 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前 南联盟的地面防空部队打下来一架美国的F117异形战斗机 那架飞机被打下来以后坠毁了 这飞机被瓜分了 被瓜分了 据说它的机尾就藏在中国大使馆的地下室里 中国获得了其中的一块 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猜测 咱们别当真事说 当然这个机尾上有一个定位装置 因为美国的飞机如果坠落了 它那机尾那个定位装置会自动发射一种波 让救援部队知道这飞机的残骸在哪 好救驾驶员 结果那波就锁定从中国大使馆地下室往上发 在这儿拿 美国说什么也不肯让F117这种隐形战机的 机身上的隐形防雷扎波涂料 被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给拿走 所以他下决心要摧毁这个战机的残骸 结果你看他是从用B2的这种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 两个小时以后到达了克索沃上空 用精确制造炸弹四颗炸弹从三个角度全打地下室 其中有一个是从顶上劈下来的 整个把这楼给劈了 就是那颗炸弹导致了邵云环等几位烈士牺牲了 他整个从楼顶劈下目标就是地下室 但是要命的是美国人也想不到的问题就是 第一这地方 他是大使馆 就是我能炸毁大使馆 我能炸死人 他没想到 第二问题就是 有一颗精确制造炸弹没炸 出事过 四颗炸了三个 有一颗没炸钻地底去了 中国震怒 人民游行 砸美国大使馆 美国人这是干砸了 你看中国政府立刻发表了严厉的声明 谴责北约 谴责美国 要求我们派出专机去迎接三位烈士的遗骸 要求北约开放空中走 空中都被北约控制了 我们的飞机过去接烈士的遗骸去了 你给我开放 你把他打下来 中国人民跟你们急 北约孙子 你来 那飞机过来了 烈士仪还是回来了 那颗炸弹也回去了 那颗没爆炸的炸弹也回来了 明白吗 那东西能不回来吗 烈士的鲜血是白流的 拆开以后 中国的精确制造技术前进二十年 美国人看着 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也没用 这事你记住 这不敢买不敢 你知道吗 已经都有了那么大损失了 何况我们得着礼了 这礼得大了 这时候 我们轮圆了得使用这个东西 2001年是不是有南海撞击事件 大家知道南海撞击 我们的歼82飞机飞上去 让人家那P130 P130那个侦察机俩撞一块了 南海撞击 首先我声明 中国的军事工业的水平一下就漏出来了 中国军事工业师那个飞行员叫王伟啊 说撞击下去以后他的撩击发现他跳伞了 说看见跳伞了 然后就到处搜啊 就搜不着 这人后来就是失踪了 实际上那个飞机残骸被打捞上来以后 飞机的基顶杆坐舱的基顶杆是完好的 明白什么意思吗 基顶杆完好就意味着这时候根本没弹出去 所以有人猜测 也是瞎猜测 说那是一个机械故障 他知道飞机不行了 他摁这个弹射座椅的时候 啪这东西基顶杆没开 等于直接把脑袋撞基顶杆上了 这就别乐了 这中国烈士这水 这嘎巴就舍了 多心意 多得劲 但是我们就声称不知道 这人不知道哪去了 反正出去了 因为任何第二个人都没有看到 他那江落才下来 对吧 这只能是一个猜测 一个永久的谜 但是那飞机把人家的机头给撞掉了 是吧 这事到底赖谁 咱们声称赖美国 你们侵犯我们主持安德尔纳 你们主动撞我们 你想他一侦察机 他没事撞你战斗机干嘛 那是玩的 而且王伟这个人有不良飞行记录 他多次架飞机去驱逐美国的侦察机 把他驱得远一点 为了能够驱得远一点 他就起飞以后 他就故意往人身上贴 在天上往人身上贴 美国人曾经用照片和摄像机拍下来 王伟在自己的座舱的玻璃上贴上自己的email地址 那意思 你看看 看见了吗 这我发信 我贴的这么近 能肉眼看见的email地址 贴的这么近 这是危险驾驶动作 最后撞上了他掉下去了 美国这飞机机头北的了 你知道吗 慌悌慌悌 美国人我上哪去 你不二十多口子人呢 他第一选择是菲律宾 菲律宾有美军基地 但是一算到不了 甭管哪能到就行 海上迫降死定了 哪能到 中国海南零水机场 零水机场是中国军用机场 发紧急求助 我要降落 我不行要降落 中国人拒绝回答 不让降 美国人说 我去你地 你不让我降 我撞你 我也得降 我要帮我掉下去了 最后愣在中国零水机场降落 这一降 哗一围上去 当然就全俘虏了 美国人说 那飞机是美国领土 你们不许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挺嗝的 说你们领土 怎么落到我们领土上的了 是你们的领土 怎么落到我们领土上了 你给我解释解释去 怎么回事 然后 把这几个飞行员一扣 其实从这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从撞完以后到他降落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美国飞机的机长已经下令 把美军电脑里边的这个所有数据销毁 并且把电脑用那个消防符合给砸碎 硬盘彻底砸碎 造成物理损伤 就是销毁所有机密信息 那这飞机下来以后 北京 沈阳 成都 中国 我凡是能到军用飞机的地方的工程师 全被害打了 拆了 飞机就拆了 一研究 这把侦察机怎么回事 然后咱们就跟着号着扣着人 扣着飞机 不给 跟着号 你为什么装上飞机 小不时跟着开着还挺强硬 你必须放人 后来一看 我求你放人的了 最后咱们把人给他放回去 飞机不给 那飞机是我们的 你不能不给 我是给你 但是 这架飞机撞坏了我们的飞机 让我们的劣势牺牲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看着这架罪恶的美军飞机 从中国领导上飞走 你给我来一个第三国的运输机 把它给我装走 你想把一架飞机装到另外一架飞机里 你得拆了吧 很坦白就是咱装不上了 拆完装不上了 那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 这也是 这也是死了人的 将来你们要了解一点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如何能够 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 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很心痛这些烈士的这种死亡 但是有的时候只要他们有价值 我说点没心没肺的话 他们还算是死得其所 这个环境就这样 现在中国稍微好一点了 这个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亲眼见证的这后十年 就从2001年到2011年这段 这十年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区域集团化 什么叫全球化 请大家想一想 全球化什么概念 对经济的全球化是个什么概念 你在旁边可以标准于这是资本在世界的新一轮扩张 这是资本在世界的新一轮扩张 所以你记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我们把这条线稍微串一下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它主要向外输出什么 你想清理第一次工业革命 商品输出为主 资本输出为主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是资本输出为主 商品输出为主 这两个都在增 对不对 那么此后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方面是资本大量的输出 一方面是商品的大量输出 官贸总协定是不是要让商品自由流动啊 WTO也有这个基本的理念吧 在这个全球化浪潮当中 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也在不断的扩大 而1991年以后 世界经济全球化有了一个重要的可能性的因素 就是苏联解体 你反过来看苏联解体不单是政治上终止两极 是吧 经济上也为全球化开辟了可能性 因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直律阵营 如果不解体的话 世界上总有一块不能全球化吧 对不对 现在他们解体了 他们全部加入资本主义阵营了 而中国为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也市场经济了 是吧 可能世界上除了北朝鲜之后 基本都已经加入这个阵营了 那么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资本在全球的新一轮 我们回到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上 资本是干嘛用的 资本是投资 快达在生产 快达在那是干嘛用的 赚钱的吧 要利润的 对不对 资本之所以是资本 是因为它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要赚钱 那么资本在全球的新一轮扩张 就意味着有些掌握资本的人要大赚其钱 对吗 好 我请问在这一轮资本扩张当中 谁是主流 谁是主要的推动者 发达国家 或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吧 他们的资本到世界各地又另一轮扩张吧 那么你允许不允许人赚钱 你不允许人家就不来 对不对 人家凭什么给你当国际红色资费的 人家不是世界银行给你贷款来了 人家是赚你的钱来了 对吧 所以别看到洋人赚钱就眼肉 那是必须的 对吗 他在我们这投资 他赚了钱去 我们有没有好处 我们一定是有的 如果我还报定了中国市场十一块蛋糕 你拿走三分之二 我就剩三分之一了 你吃的多 我就吃的少 这又是小农经历吧 对不对 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合作 共生双赢的经济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不是咱俩抢这一块蛋糕 是咱俩生产一个更大的蛋糕 一人50% 你那50%可能比过去的80%100%都大 对不对 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需求 所以人家把大头赚走了 咱们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在经过几十年的这种积聚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有点钱了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学会投资 对不对 我们要参与到资本的新一轮扩张当中去 所以中国跑到非洲去买石油 跑到澳洲去买矿山 跑到美国去开工厂 咱是不是经常干这 这都是什么 矿山 铁路 石油 工厂 这都是投资 对不对 中国以国家身份 有一个中投公司 它的总资产是中国的外汇储备 也不多 就25000亿美元 我愁死你 点死你 这么多钱 我们上全世界去投资 我们要不要获利 我们当然要获利 对不对 说白了就是去它的什么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吧 大家都是干这行的 明白吗 许你去投资 也许我去投资 如今我手里钱比你多 我就得在投资当中竞争 超过你 这25000亿外汇储备 是你们的父辈用血汗挣出来的 你们父辈这一代人 就是现在四五十岁这批人 对吧 他们20岁的时候赶上改革开放了吧 他们用劳动力极型 用无数的这种生命和鲜血攒出了这点钱 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的储备国之一了吧 我们拿这个钱要好好用 我们拿这个钱应该让他能够有利润 应该好好的把它发展起来 让这个钱可以给你们的父辈一个晚年的安详的生活吧 可以给你们一个创业的高平台 对不对 我们不能拿这个钱攥在某些集团的手里边 就看着他贬值啊 就完全不懂得瞎头啊 就任由那些人摸着石头过河乱扔血肺啊 那都是民脂民膏的了 那是多少个臣肺病 多少个血革不断腿 多少血汗堆积起来的 是人民的钱 对吗 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会 因为将来比如你去学经济 你去学投资 去学风险投资的话 你如果为政府工作 政府也是可以投资工作的吧 你将来怎么去做 这东西都是你要学的 好 对于这个经济的全球化 我想请同学们注意就是 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不能不面对这个机遇 对吧 也不能不面对这个挑战 所以改革开放已经开启的大门 绝对不允许它再关上 绝对不允许它再关上 它要关上 我们还是会回到北朝鲜去的 那是很恐怖的一个事 好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再多说什么 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不自量力的说说爱因斯坦和普兰克 这俩人是对经典力学 就是对牛顿的物理学体系 做出重大突破的这么两个人物 他们俩的成就 一个是相对论 一个是量子说 这两个东西共同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是构成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 和近代科学完成的标志 对吧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大侠子出现 牛顿那个好像现在咱们中学还在学是吧 我原来学的是我也是文科生 物理非常好 其有个格子都是 我当时也很质疑 他老得说 假设什么东西忽略不计 我说那玩意有什么用 那不是胡扯吗 我什么都摩擦力 我不能忽略不计 所以我说明明有 我非常忽略不计 让我算出一数了 挺高兴 但是你会发现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就是 当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以极高速运动的时候 牛顿就完蛋了 牛顿力学体系解释不了高速运动情况下的东西 相对论补充这个 牛顿力学体系也解决不了微观粒子里边的东西 比如一个原子 它是分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 原子核又是分质子和中子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分下去 那么原子里面的运动是不符合牛顿力学体系的 普朗克提出来量子假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 这两位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们站在牛顿这样的大师的肩膀上 他们把牛顿那个时代所不可能知道的 高速和微观加以了解释 他们不是否定牛顿 而是发展牛顿 我们学历史能学到这就行了 再多说我也不懂了 再多说就忽悠了 明白这一点了吗 不是否定而是发展 所以牛顿的名声没有任何的损害 而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是非常伟大的物理学家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 即便像牛顿这样的人物 他也没有把科学弄完 是吧 那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也不是科学的终极 科学是没有终极的 慢慢玩吧 有的是可玩的东西 据说普朗克当年想从事这种理论物理研究的时候 他老师给他的一句话特打击他 是年轻人 你没有希望了 因为理论物理已经结束了 就已经都研究完了 你在这边出不来东西 所以我咬着后桃牙 非得出点东西 还真出来了 看起来科学无止境 科学从来不说自己已解决了所有问题 玄学无数经常说自己包之百命 这咱们就不用再去多说它了 其他的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我们把这本书说完 下次请把这两份卷子带来 好吗 做完带来 谢观看